淡水在地社团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是来到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不仅是装扮成圣诞老人一起来过节 还带来了满满的爱心 捐出了千金的白米要帮助落实 今天就是圣诞节 而日前为了要欢庆这个快乐的节日 淡水区公所来了一群穿着圣诞老人的服务 要来发给区公所的员工送上祝福的糖果 由于淡水在地社团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 到了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不仅是让区公所充满了圣诞气氛 还带来了满满的爱心 要捐出上千金的白米来帮助落实 也是在我们圣诞捐白米这个活动一直延续下来 那今年我们特别募资了三千五百金的白米 然后在我们这个三支区公所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淡水区公所 还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单位 我们都有发放白米 那今天我们特别来淡水区公所 来慰绕一下我们全体的职员 发点糖果 然后带点舞蹈 希望说在这个佳节里面 大家都能够更快乐 更温馨 让我们世界充满爱 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理区长表述 每到了岁末 年中他们的社团总是会捐出白米 来做爱心 帮助落实 因此大家也都装扮成圣诞老人 一起来过节 而区长除了表达感谢 也相当肯定地方民间团体的付出 也捐赠我们一千斤的白米 给我们淡水的食物银行 而且来这边 把他们的欢乐跟爱 散播给我们 公所还有洽工的民众 那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那我们公所也会把 他们的这份爱心 然后送给更需要的民众 那在这边也同时祝大家圣诞假节愉快 区长表示这一次台湾乡土人文关怀协会 捐出的千斤百米将会在年中之际 发送给弱势民众 不仅是带来爱心 也会在区公所内发送圣诞糖果 让圣诞节这个特别的节日 在区公所的员工都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圣诞气息 记得许多安一代许三番报道